台长你好 我是1971年属租的 原问我的身体健康 71年属租的 还有我家庭 71年属租的是吧 对 是你本人是吧 对 我本人 那我告诉你 你的腰不好 腰啊 左腰啊 经常有痠痛 听得懂吗 是不是我做运动弄到呢 他说什么 我每次运动会激烈弄到是吗 你的肾脏 我说的腰是你的肾脏 很不好 你要多吃水 多喝水 明白吗 你现在 腰的外损伤不大 内损伤很大 明白了吗 还有要问我的孩子 还没讲完呢 你几几年说什么 我说猪 好了 我只能快速地跟你讲一讲了 你要记住了 你这个人 我只能提醒你一句 你的感情运不好的 就是夫妻啊 家庭啊 你会有很大的麻烦的 今后将来 好好的 自己念念节节奏 不要再跟家里老公吵架 明白了吗 你再吵下去 你的孩子都会得自闭症的 你的孩子现在看见你们 吵架 他就难过 不开心 听得懂了吗 好好改毛病啦 想问一下我的孩子 为什么我要很多个孩子都不成功 只有一个而已 你想要好几个 不是 我流产很多次 什么 啊 流产 流过产几个了 好几个 我帮你看看几个吧 说猪的是吧 什么好几个了 三个 有两个比较明显 一个是很小的时候掉掉的 听得懂吗 什么原因呢 习惯性流产 医学上是这么讲 你要用灵性来讲 不给你孩子 因为你太凶了 明白了吗 你能不能不凶啊 嘴巴不要骂人啊 太凶了 还有啊 看看啦 自己要记住了 血脉也不合 你的血凝度也不好 听得懂吗 医生有没有讲过 我刚刚看图腾 你在怀孕的时候 就有血液 糖尿什么都不正 就糖 血糖不好 有没有过啊 不晓得 就不晓得 就是怀孕的时候 有那个血糖不好 血糖尿病高 就糖 血糖高 所以这个很容易造成流产的 明白了吗 以后要吃素了 不能吃荤的了 那个马来西亚 那个素食店多不啦 有不啦 自己家里也能做到 饭店里也能吃嘛 对不对啊 好好吃素了 不要再搞了 真的 你这孩子已经 有一点点小小的自闭了 我告诉你 他不敢跟人家多讲话 喜欢在家里玩电脑 我都看到了 明白了吗 好了 好好念经啊 嗯 嗯 嗯